慧满地是完全星器升为天盘部至星斗竹器,将宁为地图海山川至宁慧天地交日月和照慧阴阳和阴云 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尿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洞筐及昆前老母娘的星生 三道吉,礼礼及道须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书哉自无入就其道妙是神千亦难尽言天即成地吉利 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结为母 我无奈之处方舍我救六子七将凡尖屡次的差源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凡一次不肯治 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妾救三山脱红醉乐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石 洗来洗澡趁机会先依邪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依邪可在哪边 老母娘的星生四为娘我悲痛类原子乎患耳众等素东东墨要再脸如若是天依邪邪 而哪个亦不肯在世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恶了失踪脖子 可引心全众佛自如要回悲哀悲看问母我志和十方法加还母言 神达三山脱级末大开土度清烧书清记性清度佛缘降到 乃为救良善降劫乃未收恶 善泪以驴探子归 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生 末节时期 把握经献孝圣法天不畏考验监寿愿解共赴龙华 极乐不认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跨彩凤 无量尊言在礼天极乐之天国里 任意逍遥游玩 随意玩耍成其青龙 跨作彩色凤凤 任意取来 献献无量尊贵于庄严 不惧寒不惧 属无数无 玩无阴阳无对待 至理纯然理天无寒 属冷热 总是恰是温度 无居无数 亦无阴阳之对待 只有纯然一环理气 理天已较脱一切阴阳对待 故无阴阳寒属之分别对待 自性至理纯然 通达无碍 故无数无管 侠无事 任遨游先天妙景闷眷来或下棋或将情谈前 侠无事则任意遨游观上先天美妙景致 或下棋于乐或谈情消遣 离天之静无闷眷之事 具凡一切活动皆随行之所致 亦之所乐而为之 吃的是仙桃果 雄江玉衣穿的是穿云鞋先衣先衫 仙桃果 仙桃果 盘桃之果实 亦称仙桃 盘桃时周济东海有山 明渡所山 上有大桃树 盘区三千里 约寒母 五帝内传七月七日 西王母将 亦先桃四颗羽帝 第十折收七颗 欲众之 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 忠下帝伯 众之不生 帝乃止 论无极为圣欲致欠宝静 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离天 是至善宝地 是无极的境界 至圣之疆域 此地至虚至静 等而随通万物之造化 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 自从纳交子会 气数以道为母我命 西佛至理昏前 亦元十二 会自会开天丑 会屁地盈 会生人卯 会臣会自会武 会未会身 会人灭有 会地灭 须会天灭 害会昏顿美 一万零八百年 亦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七佛至世 三佛收缘 七佛至世 南方是爱佛 六千年 背方生育 佛四千八百年 即一万零八百年 陈茂会东方 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 西方有成更佛七千零八十年 即一万零八百年 陈会西北方 空谷佛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 东南方 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 即一万零八百年 陈茂会东北方 既天佛五千八百年 佛西世代理佛五百年 既六千三百年 五会中三佛收缘然 登古佛清阳祈 掌天盘 莲慈会释迦文佛红阳祈 掌天盘 陈茂会弥勒古佛白阳祈 掌天盘 龙华佛万八在契数足天 始成就又再至丑 会满地始完全子会开天 一万零八百年 天成就丑会辟地一万零八百年 地完全至未会树井至至圆满母 会圆灵收回 又会灭地 须会灭天 还会重回魂盾星气 升为天盘 不至星斗卓气 将宁为地 湖海山川清清之气 上升则为天 漫天布满着和汉星斗 似为气界所居之处 大地为众卓之气所凝结而成 形成了湖海山川 此为象界所居之处 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云 万类生全子会开天 丑会辟地 已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叛 盈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 日月叶相交替 阴阳阴云而欲生万物品类 四集是天天妙开辟之分 无集静太极洞黄集昆前 四集是天天妙底 开天辟地之分人 无集主静属理天 太极主动属气天 黄集主化属相天 道集里 理集到虚灵之妙到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集是理 理集是道至虚至灵 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 道本虚灵能生一应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 无集生太极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三才三才这天地人 万物应之而生 生化万物图 E colon backslash LCC backslash LCC hyphen to backslash 意图像集 生化五万点 JPG 天即成地即理 万物其被东土理 无人焉缺少女 南天地即成 万物以其倍 这就是向天 亦称作活世界堪苦世界苦海 死岸东土等等名称 不一而足 这世界被创立之后 尚无人焉缺少男女 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 那时杰为母 我无奈之处方舍我 九六子七将凡天 由于天地有定数 子会开天 丑惠辟底 丑惠需要有人降生 时机一致 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 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 猜佛子 一骑降临凡间 接受种种历练 屡次的猜缘佛东土 而下来一次反一次 不肯置 于是老母娘每次拆遣缘佛子 下凡降临东土 每来一次 又回去一次 就是不肯留下来 治理凡间东土 无奈何为我造孝邪 九三山脱红醉了菩萨佛 身在无可奈何之下 老母娘只好造下切酒 在三山脱红醉了 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 设一个大仙石齐来洗澡 趁机会先依邪收回礼天 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石 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 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邪 都收回礼天 众佛子就醒来 不见母面 又不见仙衣邪 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 却见不到老母娘 又不见仙衣仙邪 为娘我悲痛泪 原子乎患耳重等速冬 奔末要栽脸老母娘 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 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 并且呼唤众佛子 速速往东吐而去 千万别再留 列于礼天之书是自在 如若是先依邪交与 卫尔等尔哪个 义不肯再世灵凡老母娘 若把仙衣仙邪交给原胎佛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将灵凡尖留下来治理世界 这树枝和树叶 这寒已冷饿了失踪脖子 可引心全到了凡尖 若天气寒冷 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 以欲寒以冷 若肚子饿了 就去松子脖子吃 口渴了 就去清凉泉水喝 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 我日何时方大家还众佛子 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 皆如吊失了 魂魄一般 悲伤地哀嚎叹奇 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母言达三期末 大开普渡清烧书清记性 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 等到三期末节 大开普渡的时候 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 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采佛子 告一回家之路 家乡姓书黄母训子诗戒 以及先佛圣训都是黄母烧书 请度化佛子众生 众儿女听由一杯声大放为母 我且和同赋语 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 众元采佛子心中由存经疑 悲伤地放声大哭 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经疑悲痛 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 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 求道师的合同皆是凭证 自此我元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 为男女栽地人焉从此 黄母之元开佛子便向东土奔石而去 典致力世界或为男或为女 定传地人间焉火 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 自此我众佛子受净熬间子各分东西 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 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净无限的折磨与煎熬 唐底白布封师名利图煎熬 安的咸鱼 不至今时区只算六万年载美祥 而暂时苦母心难安自三山脱一别到现在 区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 自营会生人已来至今未知出一将近六万年时光 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 黄母内心就难以安疏 一别千苦一别六万多年 今时下运已至为母降到差三佛半末后普度收缘 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 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 并拆遣三佛半里末后一拙的普度收缘 三佛然登故佛是加牟尼佛尼勒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疑任礼时修一礼不依人修到认指真依人已出错一礼是良心二行公了愿天不能言必不能与人能红到非到红人结顿而的敦厚善良造旧母都完美人满儿的光明很大照耀 母的灵明清虚而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而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而的无私无我灰映 母的无边无量而的毅力不饶气入母的永垂不休本尊与分身关起on call 资料来源忘记 �every人满席 Hue 448305 智慧之权拥有者 2015年2月8日如何面对两性关起了凡红法学会 一整摘录自感应天会编白化解本见他色美 起心思之盈欲过度损子剁胎行多隐僻主师大德 开示数则见他色美 起心思之 解释看见别人的妻子女儿美丽动人 就立刻起了盈欲的心 想要与他思通 分析色这件事情是人最容易犯的罪业啊 他比起贪财杀生等等的恶业 还要百倍的难以控制 所以他的败得取货 也比其他的恶业要百倍的严铺惨烈 然而派上对于贪财杀生等的事情 不断再三的说明境界 而独独对于万恶之手的赢 则仅有这一句话 这并不是派上要刻意的忽略它 而是因为贪财杀生等的恶业 比较明显 而且道理又偏偏 是语言可以说得尽的 然而赢的罪恶 非常的隐秘 而且道理又深 是语言很难说尽的 所以派上才用了灭除一念的文字 从最初的一念来唤醒众生的名 派上说道 见他色美 起心思之 因为人对于美色当眼睛接触的那一叉挪 心若是一动 则想念思慕看求的念头 就会缠来缠去 环节在心中 而解不开啊 若是心中萌生了这种的念头 不用等待身体去返 就已经是违背了天理 而堕入了人欲 这时候 就已经被因撕裂下了无穷的罪业呀 所以派上真是无量的慈悲 他不用繁琐的言语 只用一句话来见性 提示人们与见色起心的时候 不可不从心原处 来极早的禁止 断绝这种饮为又深邃的恶业啊 应当要再采取念头的时候 立刻就要奋用的把它一刀斩断 不可以存有丝毫的犹豫 也不可以拥有丝毫的情念 所谓天堂地狱 就在这一时之间立刻分叛了啊 若是在这个时候 稍有一些认识不清 看得不破 不能够断绝铁毅然地立定脚跟 则在顺其之间 就会牵引姿长 蔓延开来 不知不觉就飘入了多差鬼 博中去了 这实在是太违欠了啊 所以太上说这句话的用意 实在是博大精深 而且是用心良苦啊 家人一宝善堂说 恶营青若是一起 则寡怜先是伤风败俗 大损应得的事情 都会跟着起来了啊 而恶营青若是一转 则抱玄冥结中的造福 感动人天的事情 也都会跟着转动了啊 做人或是做瓶瘦的观点 全部都在这里 所以怎么敢不认真的猛圣觉悟呢 在西剑色体星这四个字 乃是世间的人一生之中 为什么会生病的根本所在啊 今天若是想要断除 各受病的病根 就应当要在 各剑字上下功夫 非礼物是 就算见到了也要视而不见 这是最上等的预防功夫 我们本有的良知 是不容易欺骗的 而世间的理法 也是不容易超越的 若是用严格禁止强制的方法来预防 这是次一等的功夫 不然的话 心中若是起了念头 在开始的时候不加以防范 到最后 一定就会付诸行动 做出了血淫的狗当啊 一面之差 而万劫莫属 这岂不是太悲哀了吗 他家言二四十二章经说到 见到了老的女性 就当作是自己的母亲一样 见到了比自己年长的女性 就当作是自己的姐姐一样 见到了比自己年纪小的女性 就当作是自己的妹妹一样 见到了年幼的女孩 就当作是自己的女儿一样 这是养心最上乘的方法 家言三美色人人爱 皇天不可欺 我去迎人赴 人来迎我欺 这是古人留下来垂世世人的教解 杨又清读诵之后说到 若看到他人的妻子女儿美丽 恋起了邪念想要与他私通 就应立即做别人见到我的妻子女儿 也会起了邪心想要来营诱的想法 这样的不幻力成幻的角度来观察反省 邪心自然就立刻熄灭了 家言四古德语路讲到在贴贱或遇到美女色星有所动的时候 就要积极地想到思过之神就在我的身旁 雅三台星神 北斗星君 就在我的头上 雅三师神在我的身体里面 造神在我家的厨房里面 日月三光千真万圣罗列在空中 有的在记录着我的邪念 有的在愤怒地瞪着我 有的在焉密地监察着我 有的在准备要攻击我 能够这样的想 心里必然就会感到战力控制 自然而然也就清冷 一灭了啊 在西明朝有一个人患了好色的毛病 就向王龙七先生请教 如何改掉 个毛病 王先生回师到比方 他说 这个房间里面 有一位 梦美如花的名气在等着你 等你打开房门一看 原来是你的妹妹 或是你的女儿 你此时的一片银星 是否会立刻熄灭呢 这位靠色之徒回师说 哀是习念了啊 王先生说 所以 你念本来就是空的 只是你误化 他认作是真的了 文昌帝君的胶窗 实则 首先就是境界邪淫的行为 并且说到在没有见到的时候 不可以去想 当在见到的时候 不可以乱来 已经见到之后 不可以回忆 没有见到不可以想 这是平时存量的功夫 在平常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必须要把自己的念头 收拾得干干净净 而且还要随时的提醒自己 这样天理既然存在 人欲自然也就会遏制住了 而凡是淫晦邪屁的想法念头 也就不会进入光明正大的凶重了 这就是君子主境的学问 我的心既然定了 就算碰到了美女色当前的时候 任她百般的隐忧 我的心自然绝对不会转动一分一袍 这是何等的定律 然而这种的境界 都是靠平时严谨的操实锻炼 正心诚意中得来的啊 所以帝君为了要正本心人 因此告示人们想要戒除 邪淫的行为 就得先要戒除自己邪淫的念头 想要有当见不乱 坐怀不乱的功夫 必须在平时 就要严谨的操实锻炼 自己正心诚意的功夫 至于当见不可乱 既见不可义 就是派上告诫 人不可以起心思之的意思 也就是在接触的当下 自我反省觉察的功夫 在仔细的分析 帝君的三句话 每一句话却各有一种境界 思就是思之于未来 乱就是乱之于现在 义就是义之于过去 现在的人犯了弥天邪淫的罪恶 全都是在这三种的境界中成就出来的啊 如果能够把这三种的境界 全部都戒除殆境 那么邪淫的行为 也就没有地方滋藏了啊 万恶淫为首 这是因坚言罗变前决定 榜上的大罪啊 因为淫欲心已生出来 就会做出各种的恶事 例如在邪淫的圆尚未凑合的时候 心中就已会生出颠倒幻想的旺心来 若是无法勾引到对方 就生出了挑战的心来 若稍稍遇到了阻碍 便生出了坑狠心来 欲行颠倒一乱情迷的时候 就会生出了贪爱染着的心 羡慕他人有幼焦的美色 就生出了妒忌毒害的心 想要夺去别人的所爱 就会生起杀害他人的心 这样就会连使丧敬 倫理也全都亏损了 种种的恶业从此生起 而种种的善念也从此消失 要知道 一旦动了邪淫之心 虽然没有去做 但这就已经是如同一恶造罪 那样如此的厉害的 何况是真实的叙实犯做出邪淫的事 那家言五应律说道 监淫别人的妻子 会得到决赐的报应 监淫未婚的处女 会得到子女淫义的报应 俗话也讲劝君末借风流债 借得快来还得快 家中自有代还人 你要赖使他不赖 再批杀人的 人 只是杀了别人的一个身体 而监淫了别人 则等于是杀了他的三世 啊 因为监淫不只是破坏了那位女子的结枣 使得他的公婆父母丈夫子女 感到羞耻而痛心疾首 甚至因为羞耻而导致了死亡 或是丈夫杀了妻子 不轻易死女儿 儿子不认母亲亲妻见面的时候 也都没有好脸色 而一般正常的人家是绝不肯与他联姻 何苦以短暂的偷欢 造下明天的罪恶 而爵似的报应 尚且还不足以惩罚 迎人妻女的罪孽 娃友夫妇的关系之后 然后才有父子兄弟的关系 天赢别人 不独是乱了别人夫妇的一轮 并且也乱了他的父子之轮和兄弟之轮 五轮之中 就亡了三轮 甚至使他的祖宗悲痛有此邪赢的子孙 而必是接受其禁似的痛苦 因此奸淫别人的人 也就难逃被神诸鬼路的灾祸了 杀人的人 是强害了被杀害人的后天 也就是被杀害人的身体 而奸淫别人 则是断了被奸淫人的先天 也就是断了他的丈夫父母兄弟公伯祖先的伦长雅 况且杀人的人是因为仇恨被杀的人才去杀人化 而奸淫别人妻女的人 对于他的丈夫公婆父母到底有什么仇恨呢? 而且对这位女子男倒也有什么深仇大恨 而一定要侮辱她的身体 丧失她的杰操 妈赢念多的人 则她的善念必定就会少 而赢念少的人 则她的善念自然就会多 所以赢念全部消除的人 不服之中 就能够获得三种福报 第一是长寿 第二是康宁 第三是善忠 而常体赢念的人 必定会有疾病的困扰 和凶陷幽亡的灾祸 片刻之间兴起的欲念 容易使她消除 而一个人一生中的公民性命 则是非常的重要啊 何苦一百年的名誉结操 与一生的虔诚和祖宗积累的功德 子孙本来可以享有的俘虏 断送在自己医师片刻的迷惑 实在是不知道为何会有这种的心肠啊 更有的人邪名之后 是因为精控逃跑而得病 看病师药都很难能够痊愈 甚至吃官司坐牢时家庭破碎 到了这个时候 想后悔都来不及了啊 有的甚至当场就坚勤败露 被对方撞得正着 变成了用自己的脑袋 来换取片刻的欢愉 而此一灭暴是造病会循环至自己的妻女 以偿还所欠的风流债啊 这种惨痛的结果 就更是难以言语了俗话讲监禁杀 这句话是真的啊 然而说尽杀 尚且是属于比较缓和的言词 我以为奸则没有不杀的啊 因为淫妇若是被她的丈夫知道了 一定会愤怒的拿刀把她杀了 而同间之人 因为嫉妒而逼此立任相加 杀死了对方 另外因为奸淫致使对方死亡 则会被法律判处刺刑 若是较性的漏网 逃过法律的制裁 则会被怨鬼报仇所杀 若是以上所说的都毫了过去 则会因为淫欲过度而得到难治之症 治是群一束手 就会被私命之神所杀 一个人以天地兼至灵至贵的又为之身 竟然是自己置于必杀之地 实在是愚蠢的令人痛心雅家言 六月干出蛇说 古时候有位贤人 当他赢念薄发的时候 就把手放在火上 这时候就会感觉到痛苦不堪 赢念于是就熄灭了 如果还是不能止息则成心明做 当作自己的身体已经死亡 在想起古人的坟墓 内心不断反思 的人在世的时候 跟我一样 而我死后埋在坟墓里面 也和他一样啊 这样想来 盈域又有什么乐趣呢 在西域防盈域的念头 全都得靠智慧的力量 雅唐朝的底梁工程说 人在美色当前的时候 要激昂的想念前这位美女 那天若是婴病而死 她的尸体便会开始溃烂 并长满蛆虫爬来爬去 尸体的臭味熏天 令人感到恶心 能这样的想 些念便会消除了阿家人西梁朝的时候 禅宗的出祖达摩祖师 做了一首皮囊歌说到庙市区 农写句算来又顺风流去 唐朝时后旅动兵则说 修花少年趁风流 墙走轮回饭骨头 不幸是灵明静看 面皮底下是呼楼 又说二八家人体四苏 腰间障见斩鱼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 按理摧颜不随哭 家言八戒淫法说他 又破我杀身破家 折我的受损我的福报 实在是害我性命的事情阿 我应该把它当作杀人的利刃来看 当作虎狼来看 当作毒蛇来看 当作勾魂鬼事来看 当作是我前生的冤家来看 若是能够做如上所说的 来加以观察 就像是用水来救火 那么迎面就没有不其灭的阿 在西明朝的高宗献说 此身如白玉 一诗脚变碎 此事如震毒 一注口即死 今人往往为了一个情字 而悟了一声 不知道情 这字 是上天赴于我为 中为 孝为有为 替人名爱悟所用的阿 所以 这情字用对了 则能够成圣成贤 若是用错了 便成了情 瘦了阿 所以怎么可以 不戒胜恐惧 小心呢 道书说 赢人的罪恶 比起杀人还要加重几等 呢 又说凡是人苦行修行 他以往所做的诸般罪孽 都可以消除 唯有曾经破过处女之身的人 后来 虽然是修到了到高情门 也是不能够开示的 必定要受过了恶报之后 方才可以成就道业 在西佛说人 在 这 个世间 不冒犯他人的妇女 心也 不思念 鞋癖的事情 因为 这 的缘故 可以得到 无众善的过报 第一 是 不会损失金钱 第二 是 不会 惧怕 官府 第三 是 不会 畏惧他人 第四 是 死后 可以生天 得到天上的玉女 作为自己的妻子 第五 是 从天上下生到世间 多是端正的妇女 今天 见到有些人 长相端正美好 这都是他前世的宿命 不冒犯他人的妻女所得到的过报 不冒犯之 人 若是在 这个世间 放荡血淫 冒犯了他人的妻女 因为 这个缘故 会 感到五种的恶报 第一 是 家庭夫妻 不和 常常 损失钱 财 第二 是 畏惧官府 经常 受到 官府 垂涨的处罚 第三 是 自己欺骗自己 常常 会 感到 恐惧怕人 第四 是 死 后 投生 到泰山 地狱之中 在 铁柱烧的 赤热时 却当作是美女 一般去 抱他 受 浸泡 劳 刑罚之苦 这是 因为 在 事实 冒犯他人的妻女 才 会得到 这种的灾 殃 而且 这种 刑罚 都是自己 自业招 感的 要 经过 几千万年 才能 受完啊 第五 是 从 地狱中 出来 头生 为 基督鸟鸭 而这 一类的 瓶鸟 营 是不必 母子的 而且 也没有 节制 但是 马 而之 里 验手 真 操 这是 大家都 知道的 事情 而 基督的 营 不 才会 受 此 基督之身 的 过报 并一直 受人们 宰杀 烹食 这种的 痛苦 说也说 不尽啊 佛说 物界当中 其中 一界是 不邪淫 若是 能够受 十四界 就可以 感召得到 今生 来生 父母 眷属 长寿 康宁 和沐喜悦 妻子女 儿 真良的 过报 报应 经说 有一个 鬼 问道 自从我 受了 的鬼身之后 就 感到 非常的 恐怖 经常害怕 被人 追捕 居 马 捆放 加诸 我各种的 苦楚 无害 一点 欢喜之心 我 到底是 犯了 什么 罪过 才会 这样啊 目尖 连尊者 回答 鬼说 这是因为 你在做人 的时候 喜欢 行 邪淫 冒犯了 他人的 妻女 因为 因为 经常怕被 别人 发掘 所以 心才 不安 今天 你所 受到的痛苦 只是 现实的 花 抱而已 而你的 过抱 则是在地狱啊 或是 过铁床 或是 抱 红主 像 这样 痛苦 恐怖的 罪罚 说都说 不禁啊 在西文昌帝君 天界路 说 天赢他人的 妻女 殿污了 闺门中的 妻女 要在 地狱中 受苦 五百劫 才能够脱离 地狱 头 升为 罗 或是 为马 又拨了 五百劫 才能够在 讹人 身 做 娼妓 或是 做 妻子 坚素 寡妇 或出家的 泥众 拜坏 别人的 聘性 是 在 地狱中 要 受苦 八百劫 才能够脱离 地狱 投身 为 羊 或是 猪 工人 宰杀 又过了 八百劫 才能够在 讹人 身 做 哑巴 或是 龍子 或是 老鼠 又在 经过了 一千五百劫 才能够脱离地狱 投身为蛇 或是老鼠 又在经过了一千五百劫 才能够脱离地狱 投身为蛇 或是老鼠 又在经过了一千五百劫 才能够再得人身 或是 在母亲的胎中 就死了 或是 在婴儿的时候 就 纠折了 毕竟 不能够 享有 长寿的福报 所以 犯了 邪淫的 罪恶 报应 实在是 可悲阿威真说 妇人 若是 犯了邪淫的 罪孽 终身 都 不可能 喜倾 的罪孽的 就算 她 有孝子 子孙 也 不能够替她 喜倾 罪孽 所以 淑女 名 人 一定要 守身 如玉 不可以 有半点的 瑕疵犯行阿 她 若遇到了 狂徒 当下 就要 严厉的 拒绝 自然 对方 就不敢 再 敬犯自己 这就是 所谓的 相归正起 连鬼神 都会来 照顾 保护她 若是 妇人淫乱 难道 就没有 恶报了 妈 英天的法律 是 处罚她 投身为 猪或狗 以 惩治 她的 罪 又 其 只是 在 羊 间 遭人 唾弃 咒罵而已 这里 特别 说 出来 以作为 妇人 淫乱的 警惕 呀 在 论 凡事人 最容易 失足的时候 就是 在 美 当前 难以 克制欲望 冲动的 那一刹 挪了 因为 这个时候 有三种 魔 第一 当 你眼睛 看到的时候 对方 有的 姿态 就 攒到了 心中 使得 骨头 发热 神是 都 飞腾起来 就像 烟雾 腾起火焰 试裂一样 这就 叫做 火 而 玉根 开始 发动 任都二 末 暗中的 开启 就像 蹄房 将要 崩溃 脊流 就要 冲出一样 这就 叫做 水 磨 而水 火 相互的 烹住 身体和魂 破互相的激荡 就像 轮子 不停的 转动 圆环 没有边际 一样 扩散 这就 叫做 蜂膜 这里 所 讲的 三膜 也就是所谓的 三观 要 想 展 三膜 或三观 没有别的方法 就 只有 会 简 一把 而已 也就是说 忍耐在 仔 懒 咱 施 很 這 很 忍 所以 再 怎么得饶 也不能夠去吃那老虎吃的食物 再 怎么得口 口 也不能够喝那肉毒的丹酒 这就是忍的说法,当两个人在互斗时,彼此都拼命想要夺下对方手中的刀子,纵然是手流血了,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刀罢,而大败仗的军队夺路逃命的时候,就是背后中了剑,也得忍痛。 不能够回头啊,这就是坚忍的说法,毒蛇遮了手,壮士立刻就拿刀斩断了手腕,毒剑射中了身体,英雄立刻就忍耐疼痛刮骨去毒,这就是狠人的说法。 在这仙君依法的关头,能够守得定,忍得过,就能够感动天地鬼神,而自己的羞食,也能够公圆形满了。 若是一面的一回忧郁,必定就会大时不定,而对方只是路边的野花,转眼就成空了。 而自己因为犯了邪灵,却从此被捡出了寿命,捡出了俘虏,甚至因此而招致了杀身之破。 而且命中应该富贵的人,却因此而转变为贵贵之命了。 命里应该平安,却因此而转变成了灾祸。 命里应该有儿子,却因此而变成了爵士。 本来希望能够生下贵子贤孙,却偏偏生下了下流的孩子。 而且还有地狱的果报,来世的报应,出生的报应,妻女淫乱的报应,子孙穷困的报应,与娼妓妻子的报应。 这都只是因为自己片刻念头的偏差,所招致无边的灾祸恶报呀。 这是何等悲痛啊?怎么敢不忍耐呢?怎么敢不忍耐啊? 在西恶指邪营的行为。 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做人家的副修师长朋友。 在平常的时候,就应该要教诲开导自帝。 务必是自帝能够申请因果。 在暗示之中,做了亏心的事情,神明的眼睛,就如同点一般的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人,若是对于理法因果,和破服的报应,能够申请,丝毫都不怀疑,自然就会在接触外境诱惑的时候。 能够猛然的醒悟,立即的回光返照,而不会做出苟且的事情了。 在风花雪月的唱作中,失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因此招致了半生的沦落,而穷途聊到一生。 连看到自己的影子,都会感到蝉会晃空。 而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手持着正道不被污染呢? 整天竟借着自己不要淫欲。 而淫欲之心,反而却特别的赤胜。 碰到别人,就说要减少欲望。 而欲望的种子,却更是姿成的厉害。 如果还是放纵情欲而不悔改的话, 那么就即将要招致自己恶贯满盈的后果了。 又如果开始的时候迷惑,而最终能够觉悟的话, 那么灾殃就渐渐会离去。 而福报也就会跟随而来了。 宋朝的借上蔡先生说天的道理, 必定会加祸于犯了邪淫的人, 而不会加祸于已经忏悔改过的人。 这是真话阿邪淫的罪报。 既然是如此的严重则预防邪淫的功德, 与又搞邪淫的罪过。 他们的报应自然就不会轻了。 因此,普怨人人都能够储舌上的清廉、 灰桌上的彩笔、表彰感应的道理事迹, 来救赌超达广大迷惑的众生阿药展转的流通, 互相的劝导。 或是在大庭逛众下大声的急呼。 或是在密室之中苦口活心的规劝。 不要担心别人的嘲笑, 也不要回避别人说我们迂腐。 只要万转的劝导, 必定能够使听的人大发深情而受益无穷呀, 能够这样做的人, 岂不是爱人以得? 自求多福的君子吗? 现在人的口业, 没有比起靠谈论女人。 述说赢晦的事情还较严重的了。 而且还多方的传播相互研究, 一人唱说而百人应可。 每每因为说的人讲得津津有味, 于是是得听的人就想要跃跃欲试。 要知道邪淫的罪恶和不为人知的隐私, 实在关系到一个人终身的名誉和节操。 所以偶然的讲错了一句话, 就会产生无穷的灾殃, 而且触犯天怒。 莫似为甚啊, 还不如常常说些真洁和邪淫的过报, 以辅助支持明教当成, 这样可以获福于天。 岂不是更好吗? 家言九天借路说书写硬制毁赢的书籍, 不让人心坏了人的心术。 这种人死后必定坐入无间地狱俗称阿弥地狱, 直到他所书写硬制的荧书消失灭尽了。 可因为看了他写的荧书而作恶的人, 罪报也都受尽空掉了。 他才能够脱离地狱投生到别的地方。 家言十名朝远了反说搜取淫秽的写书, 揭发别人的隐私和放人家的文章加以以分化的人, 必定会有忠孝结义的子孙。 而喜欢阅读淫词小说和称道书说淫书故事, 以及家中藏有淫书淫画的人, 必定会有作娼妓和妻子的子孙。 文化妇录是全书中的《玉海徽黄篇》所记载各种介营的说法。 条里分明随时的劝导境界。 因为篇幅有限, 所以境界录其中较为重要的部分语后。 以公参考, 处女带自归中的时候, 也是她一生明节的开始。 若是丧失良心的人, 坏了处女的明节, 那么她的父母和亲戚都会感到羞耻, 而脸上无光啊。 即使是有人将她娶、娶, 却往往会百度出来, 她已经不是处女之身了, 婴儿仍旧会被赶回娘家。 所以常常会因此而羞愧气愤。 桑身允命呀, 纵使是结婚的时候, 瞒偏了过去, 但她的内心也会经常感到羞愧黄空。 因为大邪已经亏了, 就是经过了一千年, 也是难以洗刷。 所以凡是有良心的人, 都应该要预先的痛戒养寡妇守邪, 连鬼神都会对她钦佩尊敬。 朝廷也会对她包养奖励。 若是破坏了她苦手的杰操, 那么她本身和家人都会感到没脸见人。 而她死去的丈夫, 在救权之下, 尤其是感到痛恨啊, 自己不妨试试, 将心底心设身处地的想想, 就会感到寒心乐, 我们正应当要设法保全她的明洁, 使她承明权杰, 培植更厚的德行, 企图只是不赢她而已啊, 闭语, 难道她就不是处女妈自己的女儿, 就想她要真洁, 而人家的女儿, 就可以破坏她的真洁妈女仆, 她也是人家的妻子, 自己的妻子, 就想要她保有杰操, 而人家的妻子, 难道就可以丧失她的杰操吗? 人的富贵评鉴, 不然是有所差别, 然而每个人的名誉和杰操, 则是相同的重要, 怎么可以丧失良心, 而严重地去触犯如此的重罪呢? 况且有些为人妻子的会阴妒忌, 而鞭打地狱或女仆, 甚至伤害了他们的生命, 飘悍的仆人就会因此而泛船相机, 而背叹了主人, 更糟的是父亲和儿子, 因为不知情而造成了父子举忧, 也就是乱伦, 甚至哥哥和弟弟糊里糊涂的和同一个女子童, 床睡觉, 或许因此而有了骨肉胞胎, 但是因为没有名分, 而沦落为低贱的小妾, 后人因为不知道这些的秘密, 往往无知, 而又对他误犯了邪情, 他们之间, 名义上虽然是主人和婢女的分别, 但是事实上, 却有兄妹的血缘关系啊, 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 实在是不正经说出来呀, 为什么总是有人以为地狐的身份容易侵犯, 而竟敢对他们做出天赢的行为, 却全然不知道, 应该要境界的道理, 挖乳娘位列于巴母的尊贵身份, 而尼僧净守在佛门庄严的境地, 若是冒犯了他们, 尤其是造下了涅中之涅化, 现前所碰到的官司刑罚和灾祸, 还只算是轻微的那愿女迎奔冲着自己而来, 这次机会而犯邪淫的, 也是大有人在啊, 邪莫以为这是他主动的投怀送报, 若是拒绝了他, 岂不是太普通人情了吗? 人若是在这个时候, 能够看得破, 染得破, 那么因此而累积的厚德, 所成就的特殊品性, 老天自然就会知道, 不必刻意希望别人也知道啊, 这就是善恶的关头, 或福的界限, 尤其是应该自我勉励啊, 抱着妓女玩乐嬉器, 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罪过啊, 然而却落入了妓女的圈套之中, 往往因此而败家, 导致父母抛弃了这个表辟的儿子, 而亲妻也会疏远他, 妻子更是憎恨他, 就这样的自觉于伦常之外, 丧失了自己手伸如玉的智洁, 一旦见上了性病, 片体生了毒疮, 眉毛也掉了, 遗子也烂了, 甚至严重到体无完肤啊, 有一位朋友, 升职气烂掉了, 他说, 这就是我一时的狂心冲动, 把持不住, 落得终身抚刑, 绝后伤身, 我今天就是哭泣后腿, 也都来不及了啊, 又有一位安徽人, 因为染上了性病, 片体都长满毒疮, 他生了一个儿子, 全身赤鸿没有皮肤, 无法养活就死了, 唉, 有人说, 调剂并不会伤害到应得, 这是罪与啊, 谁知, 血, 和遭到明显的人, 没有两样希望, 大家要贴戒啊, 贴戒男子行邪淫, 也就是同性恋, 有六种不可以的道理, 这种红性恋的行为, 实在是淫秽不堪, 有孙浅面伤身败德化, 恭敬心既然丧失了, 羞恥心也就没有了, 这是一不可啊, 抛弃了自己的解法妻子, 全去死后宠爱那位少年, 违背天地阴阳自然的道理, 导致靠物有了偏差, 这是二不可啊, 这一类人的行为, 非常的轻飘, 而且又不见点, 甚至还会铁欲偷襄, 染污了家中的女子, 这是三不可啊, 举头三尺高, 决定有神明, 神明对于这种同性恋污, 会邪淫的行为, 会感到恬怒, 所以降下的惩罚一定不清, 这是四不可啊, 王法有明文的规定, 严承机间的行为, 而且间又禁于杀, 容易触动杀机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这是五不可啊, 并不是为了要传宗接待, 随意的妄自泄精, 这种的行为愚蠢到了极点, 只是加速的伤害自己的生命而已, 这是六不可啊, 不劝是人, 没有犯过邪淫的人, 一定要认真的打施住, 避免凶灾, 虚向吉祥, 终身守着不二色的境界, 也就是除了自己的妻子, 绝对不和他人发生性关系, 若是已经犯了邪淫的人, 就更应该急速认真的改过, 而且还要大行善事, 科定借淫的书籍, 枉泛的劝戒是人, 以赎从前所犯的罪灭, 这样, 三能够转过为福啊, 从前安徽红城的姚平若, 科颂发世界图鞋营的宣传单, 他这样的写着百善孝为天, 万恶营为首,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 就是在于他的存心了, 燕子虽是飞鸟, 尚且不会乱群, 人类顶有四德, 怎可不如禽兽, 因此用来依归, 发世界除邪淫, 倘若蒙起邪念, 必定获及其身, 若是犯了死, 且, 必会获言子孙, 为愿大慈大悲, 哀怜正赐蒙事, 扶持默默保佑, 祈求保我生生, 凡事, 另守此丹的人, 纠合几个同志, 另外用纸写四十八句, 并且写下自己的住纸机关, 各自的鲜明盖章或带纸文, 在偷尊的前面, 或文昌帝君观圣帝君的前面, 或是一切诸佛菩萨圣像之前, 发誓焚化四世丹, 永远守戒不可望, 这样的每年一正, 从自己人发誓守戒之后, 立即的捐款, 刻印这张世界丹一万张布施送人, 使得这个美好的方法, 能够流传不绝, 在世界丹的后面, 还必须要附上几条格言和过报的例子, 以便警惕世人, 故事宜贵妻有为读书人, 每次好事都不忠, 不知原因在那里, 就去祈求张真人, 本乡福张查天榜, 神明于是提示说此为读书人, 命令又公明, 因为到审部, 公明被夺除, 当真人福张查放完毕之后, 就起身告诉读书人, 神明说他考不忠的原因, 读书人听了之后就说我并没有冒犯我的圣神啊, 于是他就写了篇书, 向神明申诉, 为自己变白, 神明又再次的提示说虽然, 你没有冒犯圣神的行为, 但是你却有冒犯圣神的念头啊, 他读书人此时感到非常地惭愧, 而且后悔莫及, 因为在他少年的时候, 见到神神茂美动人, 因此而动了一个邪念的人, 姑娘故事二明朝政德年间, 有位读书人, 名叫赵永珍, 他在少年的时候, 曾经遇到一位译人告诉他说你23岁的时候, 一定会考中功名, 等到他23岁那年参加相试, 文章写得极好, 主考官早已经决定选中他的文章好几天了, 不要到了后场的考试, 他却是连连的失误, 结果没有考中, 赵永珍的心中, 感到非常的难过, 因此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 告诉他不忠的原因, 文昌帝君就说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相识, 但是因为你竟来调戏你家的地语, 营幼邻居的女儿虽然都没有成真, 然而你的起心颠倒, 亦迎缠绵不断, 心地日益的转, 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 因此而被消除了, 永珍听了帝君的解说, 痛哭流体发誓并决心改过, 大做善事, 于是就刻印借赢的善书, 以警醒示人, 结果在下四的相识中, 永珍果然考中了解原, 做官做到了帆县, 故事三李登在十八岁的时候, 就考中相识的解原, 但是死后一直到五十岁, 却都无法考取进士, 李登就去拜访夜镜法师, 请问其中的原因, 因夜法师便其他寇问文昌帝君指示, 文帝就命神力拿底灯的官集, 给法师过目, 上面写着李登出生时, 天地赐玉印, 十八中解原, 十九座状元, 五十二岁官败又成乡, 因为十八岁考中解原之后, 暗中偷窥了林家的女儿洗澡, 因此功名延迟了十年, 而且还被降了二甲, 又因为侵占哥哥李峰房屋的地产, 功名又延后了十年, 而且还被降了三家, 又因为监营一位正姓的梁家妇女, 功名又延后了十年前后, 合计已经被罚慢了三十年, 现在又监营了邻居的女儿, 真是造恶不断不知悔改, 上天已经消去了他的功名, 因此李登终身都不会在考中功名话业法师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李登, 李登因而抱很惭愧而死, 在妻哀祖父姬得不知道要姬多少年, 才得以出了一个状元宰相的儿孙啊, 李登终身自己作孽, 把自己状元宰相的功名, 都消除病了, 真是辜负了天恩, 辜负了祖宗, 而且把欢乐看作最重要, 功名富贵靠一边, 根本不当一回事, 竟然以影为少许的影横, 丧失掉自己原本去许多多的俘虏, 真是悲哀啊, 于天乔先生说就算你是状元宰相的命, 也是不难一笔消禁啊, 况且不是状元宰相的命, 那就更不必说了, 附著水浒传的作者是奈安, 在书中写了许多助长学营偷盗和杀生的情节, 激进的毁到毁营, 结果施奈安的儿子孙子曾孙, 生下来全都是哑巴, 西乡记的作者王师傅, 善于描写男女偷情思惠的情形, 导致许多人看了西乡记, 就写了写思营念, 结果书还没有写完成, 王师傅自己就已经无法克制, 叫奢而死了, 而唐朝的诗人元宰, 见到表妹崔英英长的美若天天, 就想娶她为妻, 却遭到拒绝, 元宰竟然因为愤怒而写了 《慧珍记》这本书, 虚够她表妹和人偷情, 毁放崔英英的明节, 致使崔英英蒙够千秋, 而且又导致了后世的读者学习偷情思惠, 结果元宰死的时候痛苦万分, 而且死了之后, 她的尸体还惨遭雷电焚烧的报应, 另外宋朝的诗人黄山谷, 喜欢写一些也的诗词, 有一次, 她和画马明家李博石, 一同去拜也人通秀禅诗, 秀禅诗天劝借李博石说不宜将一生的心理都用在画马上面, 倘若你的心念念念都是马身, 只怕来世就会堕落, 投胎坐马去了啊, 黄山谷听了发笑, 秀禅诗就呵斥他, 你不要去笑别人, 山谷便说难道我也会坐入马腹吗, 大禅诗说我使他念马, 堕落马身, 也只是他个人的事情, 但是你所写的银色词, 却是挑动了天下许多人的银星, 害了多少人贞洁不保, 这种的罪过, 可只是坐入了马腹而已, 恐怕你离狄狱正等着你去受刑那秀禅诗是当时有名的德道高僧, 黄山谷听了禅诗的训诗之后, 既惊恐又惭愧, 从此就决笔再也不写也诗词了, 故事四唐朝的时候, 又未遇使名叫立衍, 又一次奉了朝廷的命令出使广东, 途中忽然遇到了一只老虎, 跳入了草丛中, 并且还用人语向他说道, 哎啊, 我拆一点就伤到了我的老朋友啊, 李远说, 这个声音怎样那么想和我同房, 一同考取功名的同学李维的声音啊, 老虎就说自从我们离别之后, 已经很久没再见面了, 彼此谈起从前交往的情形, 都感觉到非常的熟悉, 李远就问老虎说李维, 你怎么会变成老虎, 那老虎说有一天我在静坐的时候, 忽然听到门外有呼呼作响的声音, 忽然之间我变发狂, 变成了老虎的形状, 今天见到了老朋友, 叫我怎么能不悲伤啊, 一眼就问李维, 你生平有没有做了什么遗恨的事情呢? 李维答, 到我曾经在南洋的郊外, 天赢了一位寡妇, 结果被他的家人发掘了, 就偷偷的设计要谋害我, 于是我就乘着救罪的时候, 把他全家都杀光了, 这就是我生平最遗恨的事情啊, 老虎说完之后, 就大口而去, 不述物迪洋献人王秦正, 与邻居的妇人有坚情, 并且彼此约好准备私奔, 但是王秦正怕被他的丈夫发现追赶而至, 不料该妇人竟然因此而杀害了丈夫, 王秦正听了十分的惊慨, 立刻就独自的逃跑了, 一口气就逃到了七十里外的江山县, 还自以为我已经逃得很远了, 何以后身远离灾祸了吧, 这时候王秦正感到肚子很饿, 就走进了一家饭店准备吃饭, 谁知道店主竟然为他准备了两人用的饭菜, 王秦正就问店主说, 我只是一个人吃饭, 为何你准备两人份的食物呢? 店主说, 刚才我见到有一位跟随在你身旁的踢法男子, 难道你们不是两个人吗? 王秦正听店主这么一说, 知道, 个愿鬼已经跟随在自己的身旁了, 于是就到官府自首, 王秦正与林府, 就在同一时间伏法受死, 故事六张宝在该任四川成都知府的时候, 见到了华阳县李玉的妻子, 十分的美动人, 堪称为四川第一美女, 张宝就想将她展为己有, 于是就骗脱了许多人, 秘密地告知李玉妻子她的一片痴心, 久而久之, 李玉的妻子也动了心, 这时候, 正巧李玉收人赃款的事迹败录了, 于是张宝立刻就向朝廷谈和李玉, 并且将李玉留放到顶外, 李玉就在被留放顶外的路上死去了, 张宝便用重金贿赂李玉的母亲, 就将李玉的妻子强取过门, 达成了她占有别人妻子的心愿, 取过门之后, 张宝便和她欢乐不舍, 但是过没多久, 该妇就生了, 并精神恍惚, 见到李玉的魂影跟在她的身旁, 不久她就病死了, 该妇在病死之前曾对张宝说, 我很感谢您对我那么好, 所以不敢不向您报告, 我的前夫李玉已经向天地溯渊, 很快的就要来取你的性命了, 你只要身居府内部出门, 她就未必能够抓到您, 但是只要您一出门, 就必定会被她抓到 妇妇妇人说完之后就死了, 过没多久, 张宝也就生病了, 因为她牢记着妇人在临终前对她的警告, 因此就防范得非常严密, 不敢出门, 有一天黄昏的时候, 张宝坐在堂上, 远远地见到堂门外边有一红袖在向她招手, 她恍惚以为是李玉的妻子, 就急忙地下堂不出门外, 却撞见了李玉的冤魂, 于是就被李玉的冤魂抓着碰到一顿, 而且李玉还边打边骂她说张宝, 你这个贼子, 我若是不用红袖向你招摇, 你那肯出来呀, 过了一会儿, 张宝的鼻子呼血, 和她家人说出了刚才的情形之后, 就死了, 故事西藤朝的节度史言武, 年轻的时候和一位军官室邻居, 见到军官的女儿十分的魅力, 就千方百计地引诱, 结果两人一起私奔逃走, 军官就到京城, 向朝廷剧状控告言武, 朝廷于是便班下诏书追捕言武, 言武害怕自己会被判罪, 就把军官的女儿杀掉, 毁尸灭机, 后来言武逃往四川, 突然就生了兵, 见到军官的女儿, 站在她的面前指责她说, 我和你一起私奔, 不然是我失德, 但是我并没有辜负你啊, 纵然你害怕会被判罪, 为何不舍弃我离开呢, 而你却竟然把我杀害, 你实在是太残忍了啊, 我已经向阴私诉认, 明天就要向你报仇了, 言武听了是又惨愧又害怕, 就向他恳求饶命, 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言武果然就死了, 在西埃言武在这个时候, 节度使得威权, 却是私奔也用不上雅线在的人, 动不动就要寻死, 怎么知道一死之后, 恩情就变成了仇恨, 而且是怨怨相报, 无止无休罢故事, 八明朝静江人许, 赵兴是悟悟年终矩的矩人, 有一次, 他在前往福宁州拜业他的老师, 偶然路过了一座尼寺, 喜欢上一位年轻的女迷, 便依靠着自己的权势, 强行奸行, 第二天, 许赵兴竟忽然咬断了自己的舌头而死, 另外静江人王武文章写得很好, 而且也颇有名气, 有一天王武带了酒, 到成天寺去喝, 进入藏经堂里面, 见到一位少年沙鱼迷端坐在那里看经, 王武就强迫命令他喝酒, 沙鱼迷不肯, 王武就搂抱条西桌弄他, 王武回到家中的第三天, 忽然就打自己的嘴巴, 自己骂自己, 要断了舌头, 血流满地而死, 在西许赵兴王武这两个人的死, 只是现世的报应而已, 而他们真正的过报, 现世在地狱啊, 故事就从前有一个人, 生平作恶多端, 他的亲戚有一天晚上借住在他家中, 听到有两个人在说话, 一人说这家的主人恶贯满盈, 应当受报了啊, 另一人说这家的主人是不是要受绝字绝孙的报应呢, 这人回答说, 的报应太重了, 另一人又说, 那么是不是要受火灾的报应呢, 这人回答说, 的报应又太轻了, 另一人说哦, 那就是王小小了这人回答说对了, 就是王小小了这位借住的亲戚, 听到了这些话觉得可为压抑, 也不知道其中的缘故, 后来经过了几年, 这家的主人迷恋上一位名叫王小小的妓女, 并且还把他娶回家中, 对他百般的依顺, 言听计从, 果然就被王小小遗见了他的骨肉心情, 后进了他的家产而死, 故事时有位叫行运的僧人, 有一次他见到了莲花, 忽然动了淫欲的想法, 当天晚上, 就有一位妇人来敲他的门, 行运打开门看, 见到门外站了一位女子, 而且还带了一位鸭环, 并且自称道我是莲花娘子, 而这位女子, 荣光照人, 极为美丽, 行运见了十分的高兴, 就与他情意缠练的谈起话来, 一会儿, 蜡烛就起灭了, 隔壁的侍者听到行运叫苦的声音, 和女子力声地对他说道, 你为什么忘记迎新, 假如我真的是女子, 也不会肯跟你狗和阿试者听到之后, 就立刻跑去幽集寺里其他的僧众盖来, 大家和力破门而入, 只看到了两位野差, 而行运已经伸手递出了把节语以上所编列叙述过名的公案, 以贵西读书人的公案为首, 正是阐明了太上所说的起心思之的违言大意啊, 就是劝人要在开始的时候, 就要心存敬畏, 在眼见心动的时候, 更是要认真施敬的大师住呀, 而这里讲到行运的这条公案, 则又不是见色体星, 而是没头没脑的意义造像, 就像是不慎儿楼, 无海儿市, 这种幽媚虚幻的义恶, 简直就是自讨苦失, 自寻死路呀, 最后终于被叶叉找上门来杀害, 这种凶魔的奇迫, 简直是太残酷太惨痛了呀, 看到行运的这个公案, 谁不感到心寒胆战呢, 所以用它来作为结论, 这是有很深的意思在地面啊, 请大家要仔细地想想, 以上所说的故事, 都是犯了邪淫所得到惨痛酷毒的报应, 接下来要讲的则是血淫和忏悔淫所得到的福善过报, 故事一堂高少年的时候, 就奋发向上努力读书, 有一天晚上, 他正在书房登下苦读的时候, 有一位美丽的少女, 竟然情不自禁地想要调气调逗他, 将他书房的纸窗掏破, 唐膏就马上将纸窗补跑, 并且还在纸窗上面提示说到掏破纸窗容易补, 损人应得最难修, 这件事情过了之后, 有一天黄昏的时候, 有位初家人经过唐膏家的门前, 见到门上挂有一个状元柄, 左右悬有两盏灯, 灯上提有两行诗, 就是唐膏提在纸窗上的诗, 出家人感到十分的奇怪, 就问唐膏原因, 后来唐膏果然大魁天下, 好重了状元, 故事义汪天愚曾经遇到一位义人替他看向说到你的相貌似罗看, 不但无子且不瘦, 汪天愚听了之后, 于是就不再看重千财, 喜欢补诗行善了, 有一天, 他到清江浦做客, 主人的妻子年轻美丽, 见到他风度偏偏, 私下就偷偷地来到他住的房间, 而汪天愚却禁闭着房门不让他进来, 并且隔着房门对他说, 我怎么能够坏了你的明节呢? 那妇人听了之后, 立刻觉得非常的惭愧, 就离去了。 后来汪天愚又遇到那位曾经替他看过相的义人, 对他说, 你到底积了什么应得啊? 你的相貌突然变了, 我看你应当会生贵子, 而且你何以活到八十多岁? 后来汪天愚果然如相事所言, 生了一个贤贵的儿子, 而且自己也活到了八十多岁。 在西, 我们观察往昔的贤人, 他们能够拒绝来奔, 投怀送抱的女子, 有的是得利于一个数字, 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的是畏惧有损自己的应得, 唯恐犯了之后, 会顺服者受。 他们的学问虽然或有不同的地方, 然而却同是合乎天底之正人心之安。 这对于当事人双方, 都是亮全其美的方法啊。 当此之时, 福至清零, 那种的快乐, 就像是已经飞登上了青云一样, 不必等到福报到来之后, 才感到快乐啊。 然而拒绝奔女的方法也不一样, 必须要预先的详细了解。 而后真正遇上的时候, 才不会被迷惑。 凡是被人当面言词和事拒绝的奔女, 立即知难而退的, 固然是很多。 但却也有被拒绝而不肯退的例子啊, 例如陆荣就用推托自己有病尚未痊愈, 以拖延盖齐的方法来拒绝。 当时可以开门离去, 则曹芬的立即离开而住到别的地方, 也能算是善于应付了。 又有疑似来悠闲的, 例如毛路们拒绝来奔的逼女, 逼女就说你若是不肯答应, 我只有死路一条。 而毛路们仍然不为所动, 也有整夜拒绝, 而来头怀送抱的女子, 却是仍然不肯离去的事情。 例如陈医生连说不可不可, 于是自己就推开窗门, 整个晚上都站在庭院外面, 发誓绝不做出苟且的行为, 并且还有坚决拒绝带两黄金赠予的诱惑, 也绝不肯与对方苟合的例子。 如此清高的道德, 英明的决断, 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 若是房门已经关闭了。 而女子仍然守在门外等候, 这时候一定不可以开门啊到了第二天早上, 自己就要脱步此行回家, 而对方若仍然招请自己回来, 也绝对不可以再回来啊, 然而必须要终身都不说出此事, 虽然是自己的妻子, 也不可以使她知道这件事情, 这样才算是圣德的君子。 从此而考中功名官位显耀, 光宗耀祖福责子孙, 与用其他的方法及功累得来获得, 其间难易的程度, 相差很大很大啊, 不试三从前这将有位指挥使, 聘请了一位老师到家中教孩子读书。 老师有一次得了风寒病, 要发出汗来病才会好。 指挥师就要儿子拿被子给老师盖, 结果被子里面刚巧悟卷了夫人的一只鞋。 老师病好之后, 就把被子送还, 而夹在被子里的鞋子, 就落在席子的旁边。 老师和指挥使的儿子都没有发现, 但是却被指挥使看到了。 指挥使就怀疑自己的妻子 与儿子的老师有坚强, 而妻子不承认, 而且恨不服气。 指挥使就派遣婢女, 嫁托妻子的吩咐, 邀请老师移序。 老师听了非常的生气, 而且还则骂婢女。 指挥使随后又在强迫西子兴自前望, 而自己则手里拿着利刃躲在门边, 等候老师开门。 这时候老师拒绝开门, 并且对夫人说道, 承蒙宁先生看得惜我。 请我来教你们的孩子念书, 我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啊? 老师始终坚持不肯开门。 第二天清晨, 老师就借步向指挥使词行, 说不能再教孩子读书了。 指挥使就对老师说先声, 您真是一位正人君子啊, 于是就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向老师道歉, 并且诚恳地为留老师。 那一年, 老师就考取了功名, 故事似于甘臣医生医术夥为精良, 有位穷人病得快要死了, 陈医生将他医好了, 也不惜求他回报。 后来有一天, 当晚路过他家, 他就请陈医生在家里过夜。 他的母亲就对媳妇说, 你的丈夫是他救活的啊, 你喝不陪他睡一晚。 以报答他的恩德呢, 媳妇听了活活的话, 只好微微地答应。 到了夜里, 就到陈医生的房里, 陈医生拒绝他说, 你活活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啊, 媳妇说, 可是这是我活活的意思啊, 陈医生又说, 但你丈夫是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啊, 媳妇说, 丈夫的命是您救活的, 所以我不需要他的同意啊, 陈医生说不可以这么做。 媳妇就强迫他, 陈医生接连的说, 不可不可。 于是就坐着等到天亮, 并且拿起笔在桌上, 连续写下了不可二字, 后来陈医生几乎快要不能把持了, 又再大声地说不可二字, 实在是太难了啊, 于是就推开了窗门, 站到庭院外面去, 等到天亮之后才离开, 后来陈医生的儿子去求许功名, 主考官正要刷弃不录取陈医生儿子的文章, 忽然听到空中传来不可的呼声, 因此就再看试卷一遍, 正又准备要刷弃不录取的时候, 又听到了空中传来不可不可连续的呼声, 最后主考官又再阅了这份试卷一遍, 还是决定刷弃不录取, 忽然又听到空中传来很大的呼声说不可二字, 实在是太难了啊, 并且呼声连续不断, 主考官因此而录取了陈医生的儿子, 后来陈医生的儿子又考中了进士, 在西医上所说的都是立心不思的公案, 然而缺少了天理与人欲交战的公案, 所以才叙述这一件坚实与将乱的公案, 以作为后世的榜样, 故事不经花人期望, 到了五十岁, 都还没有儿子, 像是说你的脸上有恶气, 必定做了亏心事, 其望说我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犯了邪淫, 在别人看不到的隐秘处所先赢了别人的妻女, 像是惊骇地说到犯了这种的罪孽, 应该是要绝自绝孙的啊, 要知道邪淫的罪孽, 最难忏悔了, 必定要积有大善, 才可以挽回天心啊, 希望因此而改过忏悔, 开始的第一年, 别人要做善事, 他就乐于不失, 而且绝不吝啬, 像是说你做的还不够呀, 再过了一年, 凡是遇到了难做的善事, 希望都第一个捐钱, 而且所捐都超过一半夜上, 像是说你做的还是不够啊, 第三年的时候, 希望就独立的行善, 不肯让人了, 像是说你脸上的英质文, 已经献了出来, 你不必再担心没有儿子了, 希望后来, 果然生出了一个儿子, 希望到了七十岁的时候, 还能够抱孙子玩那故事六明朝的旅亲, 平日起靠谈论淫秽之事, 和偷看妇女, 他到了三十岁的时候, 家里贫穷到了几点, 两个儿子相继的死去, 有一天, 吕青忽然暴毙, 见到了主妇很生气的对他说, 我们家两代积善, 你命中该发剧外的财富, 没想到你心爱美色, 口眼都在造孽福报都快要折定了, 我恐怕你会真的去犯邪赢的恶事, 那么我们吕家的后四, 就没有指望了, 所以我才哀求恳请明王, 把你居到英曹地府来看一看, 你便会知道厉害了啊, 吕青说听说奸淫别人的妻语, 会得到厥寺的报应, 事实上我也很害怕会得到厥寺的报应, 所以我未曾犯过亚旁边一位名官说造起, 只是厥寺而已啊, 如果是女子主动来勾引, 而自己就顺水推周不推辞, 这罪孽就是只有厥寺的报应, 若是自己引诱逼迫人家, 以及屡屡再犯的人, 破坏别人的沦长, 使人家坐牌杀自杀丈夫, 这些都是何等的大罪, 岂只是绝肆而已呢? 对于邪淫的罪恶, 在阳世间的法律处分太宽, 但是阴间的法律却是最严, 凡是人移动了邪淫的欲念, 三师神就会自首, 造军和城皇, 就会巨石的伸奏, 如果他们拧你或是漏掉, 便是大过瓦你试看今天的发落, 便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 鬼族们就带了许多犯过邪淫罪恶的犯人来到殿前, 他们都带着家所跪在地上, 明王立生的吩咐到某人便起带风雅, 某人便娼妻眼瞎, 某人两侍为牛, 某人十侍为猪, 明王分复完毕, 鬼族就撵他们出去猴猜, 吕青看了下的毛不送然, 明王说, 还有必须的更严重的呢, 你千万不要贪图片刻的欢情, 失去了人身, 应该要避色如红避剑一般, 而且要刻印文章, 却是你啊, 没一回儿, 明王就把吕青放回阳间, 吕青就刻印由明录一万章, 以警惕示人, 而且尽力地行善, 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连续生了两个儿子, 而且家财万贯, 非常的富有, 吕青于是就决定地决成人, 往南海修道去了, 这是吕青的同乡蔡经, 为他所作的祭, 结余以上所述的两个公案, 都是忏悔贤赢所获得的善报, 作为已经知足过的人, 坚定他们的会过之心, 这也是转破为福的方法呀, 挨赢的念, 不是用闭合言语就能够写净说净的啊, 唯有每天盼望无论是聪明的人, 还是愚笨的人, 未曾犯过的人, 或是已经犯过的人, 各自的深思反省, 及早发现自己的天良, 也就可以了啊, 淫欲过度, 解释夫妇间的房事平凡, 超过了正常的限制, 分析邪赢的罪孽, 太上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至于夫妇间的房事, 尤其必须要有节制, 若是说夫妇间的房事不算是赢, 那么怎么能够免除纵欲杀身的灾祸呢? 因为人身体的圆经, 散在三郊, 融化百磨, 而欲破一动, 就会和聚流通, 都从命门中出来, 所以房事不经的话, 就像沧海那么多的水, 也都会流光干掉的, 所以非常的可怕啊, 凡是人的精足则神生, 精神足则致力生, 人就会聪明坚强, 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 若是少年的时候, 灼丧乐圆经, 致阴气全都消失掉了, 那么他一生的事业, 也就管了阿人的终身疾病, 都是从新婚的时候开始, 因为年纪轻无知, 往往放纵情欲没有节制, 结果多变成了脑病, 或是身体瘦弱, 甚至因此而断命死亡, 连累妻子变成了寡妇, 独守空归之苦, 不想百年好和的妻子, 终身都陪伴着自己, 何苦从新婚开始的一个月内, 就种下了一生疾病腰亡的祸根呢, 所以为人父兄, 遇到子弟将要结婚的时候, 应当要尊尊地教诲自弟, 以此为借雅俗话说乐极生悲, 众欲成患, 又说寡欲必多难, 贪淫美无厚, 孔子说血气未定, 借知灾色, 老蓬说上是一床, 中是一被服药百科, 不如毒水, 佛陀说女色是重苦的根本, 障碍的根本, 杀害的根本, 忧愁的根本, 黄平经说吉守经事无望血, 以而保之可偿活, 实在是因为盈欲会使人失去了本性, 丧失了性命, 有的人暗中受到了伤害, 而自己却未能察觉, 有的人明明知道盈欲之害, 却是不肯回头, 这就是古圣先前为什么如此诚恳的劝导一再提醒的原因所在亚凡夫俗子不知道其中的厉害, 似无忌惮的放纵情欲, 因此盈慧之气, 怵怒了鬼神种种不祥的灾祸, 也就由此而招致, 不愿是人能够及时的狠人, 就能够得到严寿健康的益处, 否则为了盈欲而牺牲了生命, 这种人就没救了阿正会公道了晚年, 身体更鲜得健康强壮, 有人就问他养生之术, 任天生说我是因为读了文选, 有了些误处罢了文选中说到石头若是隐藏了美欲, 就会使得穿色更显得光辉, 水中若是含有了宝珠, 就会使得穿色更加的五美, 就是这道理, 成一川先生认为一个人若是放纵情欲而不顾身体健康, 是很可耻的事情, 所以到了七十岁的时候, 他的精神气力就和壮年的时候差不多, 李绝年先生一百岁的时候, 脸上的肤色如同婴儿一样, 有人问他有什么逆诀, 他说我只是很早就绝育了, 刘元成先生到了八十岁的时候, 身体仍然十分的硬棒, 他说自己寡欲已经三十年, 所以泄气精神, 就如同当时一样, 鲁灵州和尚就十多岁了, 还能走远路, 见不如飞, 而且头发胡须都没白, 他说没有爷的方法, 只是在壮年的时候, 就要结育了, 太苍仁张翠, 就十多岁了, 仍然是耳聪目明, 还能作画, 有人问他原因, 他说我平生也只是玉星, 叫淡, 欲是节制而已呀, 要知道老而强健, 是人生第一快乐的事情, 而能够如此的原因, 不过是节应圣欲而已, 而且常人学起来, 也并不困难呀, 同祖说以月切, 两次一年二十四次, 的原则就是精神节育的方法, 俗女说人到了六十岁的时候, 应当要匕首经事而误写, 这就是持为戒胜的方法, 而我则认为, 彭祖宿女那个时代的人, 先天的病不比较厚, 所以才会有如此的说法, 像今天, 各时代, 风气如此的交迫, 因此就不能够把彭祖宿女的说法, 认为是绝对的标准, 况且是元气较弱的人, 更是应当要加倍的节制, 小心谨慎呀, 不是以明朝徐州有位虚庭少年, 英俊潇洒才华出众, 而且又颇有名气, 不到二十岁就中了今世, 被朝廷小派担任松江府节推的官职, 亲戚朋友都非常的羡慕他, 然而他却十分的好色, 娶了十几位娇美艳丽的宠妾, 每天过着纵欲无度的日子, 辅宠江府上任不到一个多月, 就虚脱幽亡了, 他的十几位美, 且也全都改嫁别人了, 故事二淫于生产的人, 长得十分的俊美, 但是喜欢盈欲, 有一天晚上, 他梦到成黄泽被塌, 并且计算他所犯盈欲的四数, 编打他数十下, 盈欲升醒了之后, 发现自己的两条腿, 全都变成了青紫色, 两腿于世就开始溃烂, 而他病了一个多月就死了, 在习万恶营为首, 拜善孝为天, 据说是森罗变上天急不易的铁则, 由此可知, 鬼神喜欢孝顺而厌恶营欲的心非常的强烈, 洋洋世间的法网虽然有漏洞, 但是却难逃因私法律的制裁, 人怎么可以触犯鬼神所厌恶的罪行呢? 所以自故以来, 荒淫丹逆于女色的人, 没有不方家亡生的, 至于老年之人, 尤其更是不应该再去年纪新的小妾, 因为我既然管他不了, 他就会恨我特别的深呀这种的怨气所击, 就会损得消福啊, 而且少年的情性, 很难掉福, 尤其更是有不止于此的, 那怎么能不戒呢? 况且年纪大了, 就像山头落日的影子一样, 自己的老命正是朝起难保, 竟仍去急求鬼使早日到来, 压自己去见炎王, 为何要那么笨呢? 附住夫妻行房后, 或是梦以后, 三五天之内, 不可以下冷水, 例如洗冷水澡, 也不可吃冷饭粮, 饮及粮药, 如果有病的时候, 必须要服用粮药, 也要对医师明说, 夏天不可以摊粮快, 冷天也不可以冒风雨, 如果犯了这个机会, 而情房, 男人容易的羊尾, 女人容易的乳尾, 而且四肢冰冷, 肚腾而死, 又夫妻若不谨慎小心的预防, 谨守境界, 孕妇就会容易流产, 所以常常会有前半月怀孕受开, 而后半月却发生了流产的事情, 并且不知道为何如此, 如果妇人对自己的流产, 将会使肝末受伤, 终身不会怀孕, 避免的方法, 就是妇人有孕受开之后, 夫妇便需要分床或是分房, 不可以行房, 如此才不至于流产, 倘若受孕之后, 必然行房, 就算教庆生下了儿子, 也一定是多病体弱, 难以养大成人, 因为在母亲胎内的时候, 就已经受伤了, 所以夫妻不可以不谨慎, 以免造成日后的悲伤和痛苦, 又有些人为了要求生儿子, 竟然用完散置入子宫, 或是服用邪门的春药, 这种旁门邪术, 不但不能帮助的子, 而且突然的造下罪孽, 伤得又伤身化以上的道理, 本来应该是为人父母, 必须教导儿子媳妇的, 但是世上的父母, 却多是不变为儿子媳妇名讲, 因此, 再次为大家说明, 但愿人人都能珍惜自己的身体, 也珍惜子女的健康, 孙真人说人的身体是气血结合而成的, 不是金银铜铁大造的, 所以在色欲上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 开始的时候不觉得有害, 但是久而久之, 日积月累的损伤, 必然会使精髓亏损, 气血败坏, 最后导致死亡, 因为人的气血, 必须每六天, 才能行走完身体上的六处精末, 必须七日经末净空太阳, 阳明少阳太阴少阴觉阴等六经, 得到书解, 气血才完成通行一周, 因此每行房一次, 一经的气血就会受到损伤, 必须要在等七日周行到此经的时候, 才能够复原, 所以一经上说七日来复, 就是要人修养七日的意思, 但是许多人还没有到七日, 便又行房, 导致一伤再伤, 因而百病重生, 因此特别立下限制, 以作为节育保身的基础, 二十岁的时候, 以七日一次为准, 三十岁的时候, 以十四日一次为准, 四十岁的时候, 以二十八日才一次, 五十岁的时候, 因此十五日才一次, 到了六十岁的时候, 精髓血末已经不再发生了, 此时应该极早的断除色域, 定觉房事, 不可以再刑房了, 以上限制的日期是专指春秋二季而言, 若是冬夏二季, 则因为夏季的火气极热, 发泄无余, 冬季的水气极寒比藏机密, 因此, 冬夏二季, 最好还是以断育为主, 如果能遵照以上的限制, 可以决并延年, 若是违背不加节制, 必然就多并减受, 至于夫妻间的保身立命界期, 以及天纪地纪人纪, 在寿康宝剑这本书中, 有详细的列举说明, 倘若不戒, 不知己会, 则生子不语, 情体难全, 必有凶灾, 况且人身的气血流行, 原是和天地间的节气相应, 如果在不适当的时日交血, 则容易使气血不合, 经气损伤, 愿叫其他的时日走血, 还叫严重败备, 至于神明降察过佛菩萨的圣诞日, 如果夫妇不守境界而淫污冒犯且渡的话, 将会遭受谴责, 而且有损应得, 因此世上有人, 虽然是寻规到举忠厚老实, 却常常会有多并不偿受的祸患, 以及功名被消, 年受被剑的恶报, 这些往往都是由于在夫妇归房之礼上, 不遵守戒记的缘故啊, 所以竟将戒日几天地人记列表净路于后, 愿为人夫妇者都能够遵守, 以保福寿安康。 戒期戒由犯者报应正月初一初三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十三十四十五, 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天, 那玉帝教士人神契路命月朔, 万神都会, 斗将五须记六套记, 雷该日每月同上会日五, 便言, 罗天子但似天王寻情每月同玉皇上帝, 带阳公祭三元将四天王寻情每月同三元将上元神会月望每月同四天王寻情每月同三元将长春真人但三师神奏事四天王寻情每月同月会日, 每月同天地蒼开日斗将每月同仁神在英每月同一天一日几界四天王寻情每月同月会, 四命奏事每月同四天王寻情每月同月小几界二十九霄路夺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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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受损受夺记夺记减受减受夺记夺记减受减受损受自代其夺记得, 并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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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神丹斗,将文昌帝君,但雷斋日东月帝,君但释迦牟尼佛出,加宋帝王,但张大帝,但四天王寻行阳公祭,四天王寻行,释迦牟尼佛班涅槃月王。 太上老君,但四天王寻行东方渡将军,但四天王寻行东方渡将军,但四天王寻行乐会日后,将入神载因四天王寻行乐会。 私命奏式四天王寻行乐小集戒二十九,夺记夺记得或销路夺记减受夺记,夺记销路夺记夺记减受夺记得,并减受戒其借由犯者报应三月初一初三初六初八初九时, 二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月朔二,殿楚江王,但斗,将玄,天,上帝,但雷斋日六,点变,称王,但四天王寻行牛鬼神出, 保护将审,攻纪绵ужplant四天王寻行五道,但四天王寻行乐,往,祟潭,但 considered天王寻行准体, 菩萨 但 忠 月 大帝 但 后 土 娘 娘 但 三 毛 将 天 地 苍 开 日 子 孙 娘 娘 但 似 天 王 寻 行 月 会 日 偶 将 妻 殿 太 山 王 丹 人 神 再 英 苍 节 至 圣 天 师 但 似 天 王 寻 行 月 会 私 命 奏 事 似 天 王 寻 行 月 会 私 命 奏 事 似 天 王 寻 行 月 小 吉 戒 奪 妻 妲 妻 竟 妻 兽 妨 妲 惨 与荷 妻 妲 棺 寿 妨 奸 受 奪 妸 奪 妻 德 并 销 妲 妲 妲 奪 妾 袭 妻 由 犯者 暴 应 四月初一初三初四初六初七初八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月硕八 殿都市王大斗将万神善化文书菩萨 但雷斋日南斗北斗西斗同将阳公祭释迦牟尼佛 但万神善化善恶同子将就殿平等王 但似天王寻行纯阳祖师 但似天王寻行月望 钟离祖师 但似天王寻行天地苍开日时 似天转轮王 但天地苍开日子为大地 但焰光圣母 但似天王寻行月会抖 将仁神在因似天王寻行月会 私命奏事似天王寻行逢月 小吉乘二十九夺计夺计优胎 减受减受夺计优胎 写死减受夺计损受夺计减受夺计减受夺计得病 减受戒期借由犯者报应五月初一初三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十一时二十三十四十五年之后 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月朔 南极长生大帝丹斗将帝 那五帝小病人官觉 九独日阳公祭九独日雷斋日 九独日南方五道 但似天王寻行天苍开日 天下独称皇 但丙陵宫 但官圣将神似天王寻行月子时 为天地交太阅望 九独日 四天王寻行九独日 天地元气造化万物之臣 九独日张天师 但孝额神 但似天王寻行九独日 月会日 九独约 九独日斗 将人神在 因似天王寻行月会 思命奏事四天王寻行月 小吉戒 二十九案四月 宜宣戒 为世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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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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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日 大祭 长 真 含 真 仁 但大 士 智 狐 萨 但三元 将四天王 寻 情 悦 望 在阴阳 公 计 四天王 寻 行 地 藏菩萨 但 乐 会 丝 命 奏式 四天王 寻 行 乐 小吉 借 二十九 夺记 夺记 损受 减受 销路 夺记 减受 减受 夺记 减受 夺记 减受 夺记 销路 夺记 减受 夺记 得 病 夺记 减受 戒 其 借由 犯者 报应 八月 出 一 出 三 出 五 出 六 出 八 出 十 十 二 十 四 十 五 十 六 十 八 二 十 三 二 十 四 二 十 五 二 十 七 二 十 八 二 十 九 三 十 月 朔 许 真 军 但 斗 将 北斗 但 私 命 造 军 但 雷 升 大帝 但 雷 斋 四天王 寻 行 北斗 但 司 命 造 君 但 雷 生 大帝 但 雷 齋 四天王 寻 行 北斗 但 司 命 造 君 但 雷 生 大 帝 但 雷 斓 大帝,丹西方武道,丹四天王巡行月,望太英朝元,一分相守夜,四天王巡行天曹略,刷真君,将天人兴服之臣遗齋戒,存相即使,四天王巡行汉环侯张浅王,丹造君夫人,丹月慧日,斗将至圣天使, 孔子,丹阳,公祭人,神在,因四天会,誓四天王巡行月,慧,司命,奏誓诸神考校,四天王巡行月,小集戒,二十九,夺记消路,夺记遭回路,夺记,减,受,报王平交,减,受,消路,夺记得,定,减,减,受,消路,夺记得,定,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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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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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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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举一斋戒五温神,但似天王寻情斗母,但兜大帝,但玄天上帝飞生斗母,将一戒梦活尊神,但似天王寻情乐望,似天王寻情金龙四大王,但日宫月宫会合,观世英狐萨, 但似天王寻情乐会日,阳公祭斗,将主神在,因似天王寻情要施流离,光佛,但乐会日,私命奏事似天王寻情乐,小鸡戒,二十九霄露夺计夺计,霄露夺计夺计,夺计,夺计,水,饿,减,兽,减,兽,夺计, 一、则定为及减受戒期戒由犯者,报应,十月初一、初三、初五、初六、初八、初十、十、十一、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月会、名税辣似天王 将斗将三毛但夏慧日达摩祖师但天草考察佛涅槃日大祭色日四天王寻情四天王将一戒三元将四天王寻情月望三元将下元水府孝集四天王寻情三元将阳公祭四天王寻情 月会日达将被积祀为大帝将人神在因四天王寻情月会 思命奏式四天王寻情月小吉戒二十九夺祭一年内四夺祭损受夺祭一年内四夺祭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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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祭得病 祭受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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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 报应十一月初一初三初四初六初八十一十四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月 朔斗将至圣天师孔子 朔斗将至圣天师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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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道弹斗,将辱神再因四天王寻行乐会,斯并奏是四天王寻行乐,小吉介,二十九夺记夺记,消禄夺记夺记,男死女死,其或绝四大凶夺记得并见首,借其借由犯者,报应时,二月初一初三初六初七初八月, 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月朔斗,将天苍开月雷,摘日略,刷大夫将王侯那世家如来成佛之臣四天王寻行初寻内务日 太宿三元君朝真四天王寻行乐,望四天王寻行,南越,大地,大阳公祭,天地交道天由上帝,但五月神,将四天王寻行私命朝天,奏人善恶,三清玉帝同将考察善恶,斗将人神在英华言菩萨, 奏人善恶,但四天王寻行如神下,将察仿善恶,夺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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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受大或其或夺即夺即夺即夺的病男女具王提以上戒 其每年通共二百二十五日 润月照前 皆喜每月中之一定者 二分之月春分雷将发生 伴者生子无关似之不全 父母有灾 已从今之节尽起 借过一月 修分杀气净盛 阳气日衰 已从百禄节尽起 借过一月 四二节之前三后三共夕日 伴之必得为吉 由仪切戒 二至之月夏至阴阳相争 四生分叛之时 已从芒种节尽起 借过一月 冬至阴阳相争 四生分叛之时 已从大雪节尽起 借过一月 四二节乃阴阳觉去之交 最已从大雪之后三后三共夕日 伴之必得积极 由仪切戒 冬至半夜此时 梵之之下三年 绵之下tim 第三与月 公众 !!! 伴之铁兽五年 四礼 四礼 四绝日 二摄日 伴之铁兽五年 摄日受胎者 毛发铁白 三伏日 前日 辉日 美月三清日 伴之铁兽一年 夏子日 更生日 太岁日 年相持斋公谢佛日 伴之铁兽一年 祖天王祭日 父母待日 祭日 伴之铁兽一年 己身夫妇本命待日 伴之铁兽 丙丁日 天地蒼开日 伴之铁兽一年 毁拜日大月十八日 小月十七日 伴之得病 十恶大拜日甲几年 三月五七日 七月鬼开日 十月丙生日 十一月兵太日 以更年 四月人生日 九月以四日丙新年 三月新四日 九月更成日 十月甲成日 兵人年 五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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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季年 六月季丑日 四季大不知日 一季应错日 正月更虚日 二季 新有日 三月更生日 四月 兵未日 此应不足之日 据一界 五月顶五日 六月 兵四日 七月 甲 辰日 八月 一毛日 九月 甲 迎日 十月 鬼丑日 十一月 仁子日 十二月 鬼 太日 阴 阴 错日 正月 申 明日 二月 一毛日 三月 甲 辰日 四月 兵四日 死阳不足之日 据一界 五月 丙五日 六月 兵未日 七月 更生日 八月 兴游日 九月 更虚日 十月 鬼 太日 十一月 仁子日 十二月 鬼 丑日 批 以上 解习 每年 聚 遗 按照 十 宪书 逐月 查明 录出 夹在此本 尊 依 境界 天 迹 歇 以境界 互 属 严寒 泛之 的 重疾 不 舊 列 封 雷 雨 天 帝 惠 名 日月 博石 洪 剑 以洞 泛之 尘 怪物 生死 白 昼 星月 之 下 灯火 之 前 泛之 世界 次 尘 碰 易 啸 以境界 妙 宇 四 关 旁 之 內 半 之 大 简 鹿 碌 瘦 精 造 青 辞 册 廠 武 溃 多 コ 豆 褒 汪 滅 神 像 亭 相 亭 亭 疲 亱 冠 屏 畠 municip 不伤肝 瓣之必病 人缘情情仿百里者病 百里情仿者死 最宝最宝情仿 不脏返腹 空腹瓣之伤原神 病后瓣之变症复发 胎前瓣之伤胎 不反有运后 即一分床绝欲 一则克尊胎训 一则无剁胎之患 即小儿胎毒胎脆 凶险肝痘 游风经贤 牙肝等病 二则所生之儿 难必端颜方正 女必真净悠闲 自然不犯淫义 产后时云日 内犯之父必死 晚日 内犯之父必病 天鬼来时 犯之成血麻症 男女具病 竹起竹性寒凉 犯之义感寒气 薄清犯之寒气入骨 窗戏有风一帝 夜深就枕一戒 焦和财帝 婴儿再横其枯 物则于乳 焦罢物即灰善 即饮冷茶水 以若或受凉 或至即死 一气物两度 物服春方写药 物须缩不屑 生病生疮出 窦非十分复原 万不可犯 犯则多半地死 目击未欲或是欲 犯之地下 虚劳正 虽养号强健 犹须断欲一年 若以为复原而犯 多半地死 伤损经 补好后 犹须戒 拜七八十日 若未过拜日 犯之必死 纵过你 必至残废 过辛苦 过操心 过热 过惊恐 过忧愁 皆不可犯 犯之心 则不及 重则即死亡 按照以上 每个月的戒期 集天 计人计 等日子 扣除外 每个月也还有六七天 是毫无忌犯的日子 懂得保身的人 每月最多知三四次 故能疾病不清 精神强不 而且欲是少必多生 男子 后代的身体也比较强壮 而一般刚新婚的年轻人 往往纵欲强身 不知道节制 导致身体衰弱 受命减短 夫妻不能够白头偕老 这是相当可悲可叹的啊 所以制叛世间夫妻 都能够谨守以上的戒期 亦则可以保身理命 再则也使自己忘后 能够享有承受健康白头偕老的快乐 和子孙众多的福庆 孙子剁胎 也是孙胎已经生下来的小孩 剁掉人在胎中的胎儿 分析人的身体制为尊贵 得到人身更是非常的困难 而且人当出生的时候 诸天的天神称性 私命之神并算 可以说是今天太帝 实在尊贵的难以形容 而且小孩刚刚出生 到底亏欠了父母蛇吗 但是有的狠心父母 竟然敢罢鹰儿杀掉 又与人赢分的女子 怀孕之后就堕胎 这种的行为 简直就连行手都不如 没有办法开导小玉啊 至于有人因为家中贫穷 而厌恶孩子生的太多 就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而你杀或是在未出生的时候 就堕胎 要知道杀人的罪业 是莫可阐熟的阿悟命制 为为喜 尚且想要放生戒杀 况且是自己的儿女呀 凡是今生没有孩子 或是生了孩子 养大就死了 或是零老的时候 孩子反而先死 这些都是过去生中 造下了这种的恶业 所遭到的过抱雅 不是以前 恩惟在 丹燕贵西县县令的时候 因为当地的习俗 生了女儿之后 多不肯养 就把女婴逆死 于是前方惟 就恩威 并计 重想重罚 严格的禁止 你杀女婴 若是杀掉女婴 五家都要受到连坐的处罚 因此儿就活了许多的女婴 前方惟后来